在两天的参访小农过程当中 农业处长吴坤柔表示 在地农特产品相当精致和有机会整合 适合进入烘焙食材当中的产品 透过吴宝春师傅的技术 让在地农特产品可以打入国际烘焙原物料的舞台 吴宝春可以说是台湾最具知名度的面包师傅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本土面包品牌 更是引领高价面包潮流 与他多年的经验特地与吉安湘农会总干事 进行了加工食品上的意见交换 而吉安湘农会总干事张德奇也表示 非常感谢吴宝春师傅不偿失的传授 他在国际上所学到的先进技术 这很漂亮啊 你看看那大荷的 你还要大荷的 一般的菇菜比较厉 我们这个汆烫 柴鱼片蠔油 这样就够地 很清甜 所以一般像他们的包水饺他会用 他不会那么刺激 对对对 陪同的农业处长吴坤若也指出 这一次的行程也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吴宝春师傅的走访 让花莲的有机农产品可以走入国际市场 那借由宝春师傅他的经验 来看我们这些作物可以如何用于用在烘焙上 作为烘焙上的食材 那在昨天跟今天我们连续看了好几个地点 把花莲的相关食材不管是芋头 姜黄花生或者是辣椒土肉粿相关的这些食材 那也希望可以让宝春师傅带回去研究 那我们将这些食材呢持续跟宝春师傅产生一些讨论 希望可以发展一系列在烘焙上的运用 让花莲食材可以运用到全国的部分 而这一次的产地参访不只是严选好食材 能够融入烘焙当中 也希望能够透过多方的结合 让在地小农的产品有更多元的销售管道 并且走入国际烘焙食材当中 记者林杰吉安香采访过来